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曹寅与康熙》 副标题是《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 将《真是隐去》用甲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 这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一开篇就写过的话 意思是这部小说有真实的历史背景 但作者把它们隐藏起来 而假借村人的粗言俗语表达出来 小说里的两个人物《真是隐》和甲语村 就是为此而设立的 这样的写作手法制造出一种假作真实真意假的艺术效果 反而让读者感到好奇 甲语村言的背后到底有哪些真事 小说里的甲家和现实中的曹家 又存在着怎样的对应关系呢 几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研究者不断探寻 逐步揭开曹雪芹家族的真实面貌 其中美国著名汉学家 原耶鲁大学教授石景谦的《曹寅与康熙》一书 堪称这方面的极大称之作 石景谦以详实的史料和生动的文笔 勾勒出曹家从发迹到鼎盛 再到没落的变迁轨迹 为我们更深入理解《红楼梦》提供了全新视角 下面我将围绕三个问题讲述这本书 第一 曹家是怎样发迹的 第二 作为康熙宠臣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都干了些什么 第三 曹家为什么忽然衰落 先来讲第一个问题 曹家是怎样发迹的 据史料记载 曹雪芹的先祖世代居住在河北丰润 及今天的唐山市丰润区 明朝中后期曹石高祖前往辽东 不久清朝兴起 逐步蚕食辽东 曹家大约是在沈阳一带被清军俘虏 称为整白旗包衣的 这个词需要展开解释一下 清朝实行八旗制度 其中整皇 香皇和整白由皇帝统下 称为上三旗 剩下的整红 香红 香白 整蓝和香蓝 则统称下五旗 不用说 上三旗的地位高于下五旗 至于包衣是满语私家奴仆的意思 既然整白旗归皇帝统领 那么整白旗包衣也就是皇帝的私人奴仆 扮演着服侍皇帝 为皇帝当差办事的角色 哎 皇帝不是有太监服侍 有大臣执行旨意吗 怎么还要配备包衣呢 原来清朝皇帝掌握着一个特殊机构 内务府 他打理一切皇家事务 包括皇帝的小金库 宫廷开支 宫廷饮食 皇家典礼 皇家狩猎等等 内务府独立于官僚机构 直接对皇帝负责 皇帝自然要派信得过的人来掌管 自来想去 没有比贴身太监和自家奴才 更靠得住的了 所以从顺治年间起 太监和上三旗包衣 就大量进入内务府 因为这个缘故 上三旗又称为内务府三旗 曹家正是凭借 整白旗包衣的身份 进内务府当差的 差事办得好 获得皇帝赏识 还有外放做官的机会 曹决秦的高祖曹振燕 走的就是这条路 他在顺治年间 担任山西大同府知府 后升任浙江盐运使 官居武品 算是中级官员了 这表示皇帝认为 曹家不仅是普通包衣 还是具有行政才干 能委以重任的心腹 这位曹家立足官场 兴旺发达 奠定了基础 所以作者就把曹振燕 当上武品官 作为曹家发迹的起点 曹振燕的二儿子曹喜 又将曹家的地位 往上推了一把 曹喜的妻子孙氏 曾入宫给皇子玄业 也就是后来的 康熙皇帝当保姆 孙氏的悉心照料 让康熙感念于心 成年后提起这位保姆 他还满怀深情地说 这是我们家的老人呢 相应的 康熙对曹家的好感度 也拉满了 即位后就委任曹喜 出任江宁织造 织造是一个看似不起眼 却非常重要的职位 清代有三大制造 分别设于苏州 杭州 江宁 江宁就是今天的南京 这三大制造都属于皇家 宫里穿的衣服 用的丝绸布匹 皇帝赏赐给大臣的 灵国绸缎都由他们生产 江宁制造又是 其中地位最高的 通常由做过苏州制造 和杭州制造的 内务府官员担任 曹喜则跳过这些步骤 直接上位 康熙对他的信任 可见一斑 那曹喜干得怎么样了 只要看一看任职年限 就很清楚了 从1663年到1684年 曹喜在江宁制造的职位上 干了二十余年 最终死于任上 这说明 康熙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 曹喜死时官居一品 领兵部尚书贤 妻子孙氏为一品告命夫人 区区一切包衣 在官品上能与内阁大学士 平起平坐 并且皇帝对他的宠信 还更胜一筹 这是少有的殊荣 可以说 曹喜在世时 曹家已经飞黄腾达了 到曹喜的儿子 曹雪芹祖父曹寅当家 皇帝给予曹家的恩宠 更是达到极致 当然 这有个过程 大约在十五岁的时候 曹寅进内务府 鸾仪卫当差 鸾仪卫是专门掌管 皇帝皇后车架仪仗的衙门 帝后出行时 还要承担安保工作 责任重大 因此 鸾仪卫侍卫 一般由权贵子弟 或身受皇帝信任的 上三旗包衣重任 鸾仪卫侍卫的优势 在于离皇帝近 容易受赏识 升迁会比较快 日后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 就是从鸾仪卫侍卫的位置上 一步步爬上来的 曹寅的拍马屁功夫 比不过和珅 但工作勤勤恳恳 周到细致 给康熙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想着要提拔他 一次 曹家所在的正白旗 缺一名旗鼓左领 康熙就把曹寅填了上去 清代制度 上三旗包衣 每一旗设三个满洲包衣左领 和四个旗鼓左领 包衣左领和旗鼓左领 职权相当 都分别统领八十户马甲 即八十个旗人士兵 和他们的家属 相当于这些旗人的大家长 从发放前两补贴 监督训练 到解决邻里纠纷 安排婚丧嫁娶 事无巨细都得管 这无疑锻炼了曹寅的行政能力 到1690年 也就是曹喜死后六年 康熙任命曹寅为苏州制造 两年后升任江宁制造 曹寅在江宁制造任上 一干二十年 和父亲曹喜一样 也是至死方休 此后曹寅长子曹勇接任 三年后病故 职位传给了曹寅的继子曹府 曹府又干了13年 算起来 从曹喜到曹府 曹家人掌舵江宁制造府57年 更有甚者曹寅的小舅子李旭 长期担任苏州制造 曹寅亲信孙文成 长期担任杭州制造 这意味着曹家把三大制造 都捏在手里 制造可是肥缺 每年进巷高达一万两白银 跟巡抚布正史 这样的封疆大吏处于同一级别 皇帝还会交代很多事 让制造办 如赈灾救灾 稳定粮价 打探地方民情 搜罗其人一宝 这叫半皇差 里边的门道可就多了 经办人有大把机会捞油水 所以制造的额外收入不会少 靠着各类正式和非正式收入 曹家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 《红楼梦》里 荣国府和宁国府 将排场摆阔气 纸醉金迷 奢靡无度 原形就在这里 当然了 曹家能如此得意 康熙的宠信是决定性因素 试想 如果不是来自皇帝的绝对信任 曹家人根本不可能垄断江宁制造 超过半个世纪 那么曹寅究竟有什么能耐 又承担了哪些任务 让康熙觉得非他莫属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曹寅的工作可以分为三大块 本职工作 兼职工作 以及皇帝交办的各项差事 先讲曹寅的本职工作 江宁制造 前面讲过 皇家使用的衣物 服饰 皇帝颁布的诏书 圣旨 都由制造府制造 作为这个机构的总负责人 曹寅一面从内务府接受订单 一面组织生产 研把质量官 尤其皇帝亲自分派的任务 更是不容马虎 据统计 江宁制造府有2500名支将 放到今天算是大型企业 要管理好实属不易 曹寅没少费心思 他的勤勉和才能 康熙自然看在眼里 经常提出表扬 那什么是最让曹寅费心的 钱 购买和维护织布机 采购生司 支付职工工钱 运输丝绸布匹 都是要花钱的 据统计 康熙年间 江宁制造府一年的运营费 就超过10万两白银 这还不包括各类额外开支 理论上 制造府的经费 由工部和户部拨付 每年拨款数万两白银 到数十万两白银不等 可由于花销巨大 这点钱根本不够用 怎么办 曹寅只能四处兼职 1704年 康熙命曹寅 兼任两淮巡岩玉使 严税是清政府 最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 而两淮地区 又是严业重镇 两淮巡岩玉使 负责的范围包括江苏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河南等广阔区域 每年能征收250万两白银 占全国严税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这250万两银子里 195万两属于法定税收 上缴国库 余下的55万两俗称鱼银 直接进皇帝的小金库 康熙只是将其中相当一部分 划到制造府名下 供其开销 曹银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六年 此后由他的小舅子 苏州制造李旭接任 又干了十余年 十六年间 留住江宁制造府和苏州制造府的 严税高达几百万两白银 有效缓解了他们的经费压力 当然 按照清代的官场前规则 有理由推测 不少银子落入了曹银和李旭 个人的腰包 这才支撑起他们的奢华生活 曹银还把手伸向超官 超官是清政府在长江和大运河沿线设立的关卡 专门向过往商船征税 收来的税赵道里应该上缴国库 但皇帝经常派内务府官员管理超官 好把这笔财富握在手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曹银掌管了大运河上的几座超官 这意味着他每年又多出十几万两银子 交给康熙一部分后 剩下的就用于维持江宁制造府的日常运营 这当中的猫腻同样少不了 康熙难道不知道自家的包衣钻空子捞油水吗 当然知道 但他有意纵容 这一方面是因为康熙生性宽厚 而且非常重感情 前面说过 曹银的母亲孙氏做过康熙的保姆 曹银的父亲曹喜又为自己服务一辈子 最后死于刃上 所以康熙觉得让曹家捞点好处 也算是对家奴的补偿 另一方面康熙也清楚 除了本职和兼职 曹家还要承担很多额外的差事 这也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和时间 让曹家捞点油水 算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偿和奖励 那曹家都承办了哪些差事呢 大致可以分成四类 第一类 搜罗真品 江宁 苏州 杭州 这三大制造府都位于江南繁华地 好东西不少 三大制造自然得担负起 为皇帝搜罗奇珍异宝的任务 查阅清宫档案 可以发现曹银几乎每个月都会进贡 名贵笔墨 珍惜书籍 蜜贱水果 金银珠宝 应有尽有 还包括不少西洋玩意儿 《红楼梦》里就记载 贾府有许多洋货 如钟表 洋药 葡萄酒 鼻烟盒 西洋工艺品等 这些应该都是曹家历年来积攒的 显然 上品送进宫里了 刺一点的就自个儿留下了 第二类差事 核查和稳定粮价 中国以农历国 粮食稳定 关乎国际民生 统治者十分重视 按清代制度 这事归户不管 但康熙更信任自家包衣 赋予江宁制造核查当地粮价的职责 要求曹银及时搜集和传递信息 如果粮价波动 还要设法平息 1697年淮北受灾 粮价暴涨 曹银奉康熙之命 从其他地方买粮四千弹 运去救灾 1704年 曹银又趁湖广 江西等地粮食便宜 花巨资购粮存进粮仓 已被荒年 不用说 这笔钱也是从制造付出的 再来讲第三类差事 打探民情 监督官员 皇帝安坐紫禁城 要知道地方上的情况 只能靠各地官员奏报 但官员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免不了夸大政绩 遮盖丑闻 如何应对呢 康熙创立了密折制度 具体而言 就是授予一些亲信 直接上密折的特权 责令他们如实反映 各地民生和官场动态 曹银和李旭都获得了这一特权 康熙还特地给曹银写了道猪批 叮嘱他一定要亲自撰写密折 派可靠家人递送 千万不能走漏风声 为了让曹银足够重视 康熙还接连写了四个小新 曹银不敢怠慢 认真关注周边事态 1709年6月 曹银上密折说 今年江南气候不好 粮食收成仅有往年的五成 而且近期水位高涨 冲毁了好几处堤坝 其奏报速度之快 内容之详尽 让康熙非常满意 在康熙的寿命下 曹银承担了从外省购买粮食 振继灾民的责任 曹银还奉命对官员进行监督 内阁大学是户部上书熊四旅 退休后归隐江宁 康熙担心他不安分 私底下结党营私 就命令曹银监视 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报上来 曹银还融入本地文化圈 与江南士绅应酬往来 吟诗作画 表面看是附庸风雅 实际上他暗中记录 将所见所闻汇报给康熙 可以说曹银是康熙 安置在江南地区的耳目 对康熙及时掌握江南的民情名义 有很大帮助 曹银由此称为康熙的心腹 深受信任 这就是为什么康熙六次南巡 有四次入驻江宁制造府 放心嘛 而接驾也成为曹家承办的第四类 也是最耗费钱财的差事 我们以第三次南巡为例 1699年2月 康熙离开北京 开始第三次南巡 此次不仅有文武百官随行 他还带上了皇太后和几位皇子 规模和排场都超过以往 5月 康熙一行 历临江宁 由曹银接驾 他事先就花费巨资 按照皇帝行工的标准 将江宁制造府修起一心 做过鸾一位侍卫的他 对皇家礼仪也非常熟悉 安排得隆重而妥贴 令康熙十分受用 康熙在江宁制造府 住了大约一周 期间召见了曹银的母亲孙氏 回忆幼年往事 亲切化家常 康熙还亲笔书写 宣瑞唐三字送给孙氏 宣是宣花 在中国人的传统里 只带母亲 瑞是吉祥 所以宣瑞的意思就是 母亲吉祥 这是康熙为感谢孙氏 当年对自己的照料 献上的美好祝福 而这对曹家来说 可谓是浩荡皇恩 当然 这都是用银子堆出来的 而且由于修行宫属于皇帝的家务事 这笔钱户部不会出 得由曹家承担 那么曹家究竟花了多少银子呢 后人已无法考证 但曹雪芹从小听家中长辈谈论 应该知道内情 所以他写《红楼梦》的时候 特意提到赵嬷嬷回忆贾府 曾预备接驾 结果把银子都花得像躺海水似的 后来原非省亲 贾家大兴土木 专门修建了大官园 搞得元妾大商 接驾的规格比省亲更高 花费自然更多 连康熙都觉得过于奢侈 提醒曹寅下不为例 如果你信了这话就太幼稚了 之后的三次难寻 康熙嘴上说 能省则省 身体却很诚实 次次入驻江宁制造府 他显然对曹寅的 结甲工作非常满意 康熙在扬州驻的行工 也是曹寅建造的 如此迷废 导致江宁制造府几乎被掏空 亏空越来越严重 以至于无法填补 这被认为是曹家 盛极而衰的导火索 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第三个问题 曹家为什么会忽然衰落 下面将为你揭开谜底 1712年 曹寅感染风寒 后因治疗不当 恶化为瘧疾 康熙赶紧命人 将治疗瘧疾的特效药 奎宁送往江宁 可惜晚了一步 曹寅于这一年八月病故 终年54岁 他一死 江宁制造府 严重亏空的事 就盖不住了 按清代制度 曹家应该自掏腰包 把窟窿眼堵上 掏多少呢 至少32万两白银 这一掏 曹家濒临破产 关键时刻 还是康熙拉了曹家一把 他下了两道命令 其一 命曹寅的儿子曹勇 接任江宁制造 这等于放任曹家人五盖子 不把问题暴露出来 其二 考虑到曹勇年仅19岁 能力不行 康熙 特命曹寅的小舅子 苏州制造李旭 兼任两槐巡言御史 前面讲过 江宁制造府很大一笔财源 就来自两槐延税 所以康熙的意思很明白 让李旭占据这个肥差捞钱 帮曹家填补亏空 局面刚开始有转机 曹勇偏偏偏在进京述职的时候 得了疾病 年纪轻轻 死掉了 三年里 连死两位当家人 这对曹家是沉重打击 更糟糕的是 曹勇没有子嗣 无人继承职位 康熙再次施以援手 他发布御令 把曹寅的侄子曹府 过寄给曹寅的一双礼事 再由曹府接班 这确保了江宁制造 握在曹家人手里 看来康熙确实对曹家关爱有加 为保住曹家操碎了心 曹府自然感恩戴德 竭力伴差 无奈 他的眼界和能力远不如曹寅 性格还有点轻浮 难以取悦康熙 康熙多次批评他 一次还称他为无知小孩 要他多跟曹寅学学 即便如此 曹府仍然在江宁制造的位置上 待了十年 曹家的奢华生活才得以维持 事情明摆着 只要康熙在位 曹家就倒不了 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 一旦失去康熙这棵大树 曹家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1722年底 康熙驾崩 雍正继位 雍正的执政风格和康熙完全不同 康熙重感情 又生性宽厚 对手下人的所作所为 通常睁之眼闭之眼 他明知曹府能力不行 还让他掌管江宁制造府 对曹家落下的亏空 也并不当真计较 雍正就不一样了 他性格冷俊 待人严苛 尤其对康熙晚年 大手大脚花钱 以及官场上贪腐横行 很看不惯 决意大力整顿 等级不久 雍正发起轻缴运动 责令各级官员填补亏空 否则严惩不待 本就欠下一屁股债的曹家 自然首当其冲 1723年 李旭因巨额亏空及挪用公款 被隔去苏州制造一职并抄家 紧接着 曹家亲信 杭州制造孙文成也被隔职 曹家痛失左膀右臂 同时雍正下令 不许再把两怀严税 转交给江宁制造府 此举等于掐断了曹家的裁员 一面失去裁员 一面又要填补亏空 这任务没法完成呀 曹府起火攻心 方寸大乱 导致本职工作频频出错 1726年 宫中查出 江宁制造府生产的御用绸缎 材料低劣 品质差劲 雍正把曹府好一顿臭骂 罚了他一年欣奉 1727年 雍正身上穿的石青色挂子吊骰 一查又是江宁制造府出品 曹府再次挨罚 也是在这一年 新任两怀巡言御使 嘎尔泰上了道密哲 说曹府年少无才 御事未缩 乃平常之人 雍正诸批道 缘不成器 还补刀了一句 岂止平常而已 看来皇帝打算换人了 这其实在预料之中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就算曹家没有亏空 雍正也会换掉他们 让自己的亲信 占据江宁制造这个肥差 1728年1月 曹府被革职抄家 历经曹喜曹寅 曹府三代 曹家把持江宁制造 57年的历史 至此结束 曹家这个皇家奴仆 直闹得个树倒湖孙散 白茫茫大地 真干净的下场 曹府的罪状 当然是亏空太多 但这只是拿到台面上的理由 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历史学家 经多方考证 指出这背后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曹家在政治上 也犯了雍正的忌讳 康熙晚年 朱阿哥为争夺皇位 明争暗斗 演出了一场又一场公斗戏 参与者除了雍正 还有八阿哥 九阿哥等 康熙几次难寻 雍正没有随行 后面这几位阿哥倒都去了 曹家免不了跟他们打交道 一来二去建立起了联系 九阿哥印堂 住过一对镀金狮子 还托曹家存放 雍正登基后 这件事成了曹家的罪证 甚至有红学家认为 在宫斗中战错队 才是曹家垮台的根本原因 平心而论 这种观点比较牵强 本书作者认为 曹家和雍正政敌的交往 并不密切 更没有证据表明 曹家曾深度卷入宫斗 不然以雍正 雅字必报的性格 仅仅把曹家 隔职抄家怎么够呢 必须赶尽杀绝嘛 而实际上 雍正对曹家 还算是网开一面的 曹家在江宁的田产 房产仆人被冲工 但他们在北京 崇文门附近的房产 被允许保留 曹家从江宁返回北京后 就住在那 其中就有曹府的儿子曹雪芹 据推算 曹家那年曹雪芹13岁 一下子从锦衣玉石的贵公子 沦落为罪臣家属 饱受冷暖 直到雍正驾崩 乾隆继位 曹家才得到宽赦 而此时 这个曾经枝繁叶茂 金玉满堂的大家族 已无可挽回的败落了 深感繁华如梦 世事无常的曹雪芹 于是写下这满纸荒唐言 一把心酸泪的 红楼梦 听完本期节目 你对曹雪芹和红楼梦 是不是有了更新的认识 更深的理解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 曹寅与康熙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